最近讲到无人机 大家都会比较紧张 当然以前都会觉得你来干嘛 现在很怕 突然间来了一个爆炸攻击 怎么办呢 俄罗斯最近就在指控 乌克兰政府无人机攻击 普丁办公的克里姆林宫 是要暗杀普丁吗 不过乌克兰当然否认 那到底这是谁干的呢 等一下我们再讨论 最近莫斯科就很尴尬了 5月3号开始 禁止飞无人机 不管你什么无人机 都不可以飞 就在这个时候又传出来了 基辅也发生了爆炸 难道是你炸我 我轰你吗 不是啦误会一场 原来这是一架呢 拜拉克塔TB-2的无人机 就没想到呢 在基辅上空啊 自己失控了 所以呢最后是被这个 乌克兰的空军啊 自己把它击落摧毁了 只是这一连串 大家觉得很尴尬 尤其是现在呢 泽伦斯基在忙什么呢 你知道吗 到处要去这个演讲 那搞得好像不是让自己的国家在打仗 5月3号的时候呢 他到了这个荷兰去访问 原来他还有下一站 他还要去德国 只是现在呢 告诉你他去不了了 因为呢 德国的警方 居然这个消息先透露出来了 泽伦斯基下个礼拜要去访德 所以现在很尴尬 访德行程可能会喊咖 因为泄密的太严重了 连他下他哪一个机场 要怎么走这个路线 全部都被曝光了 我们说 这个德国的情报 还有乌克兰自己的这个情报 是不是也都有状况呢 我们先来看这则新闻 然后等一下我们请我们蔡委员 继续来帮我们点评 最新恶物状况 一架无人机进入基辅上空时 整架顿时烧成火球 上颗流星划破天际俯冲坠毁 原以为是乌军打下俄罗斯无人机 但事后证实这是乌方出手 先击毁自家失控的无人机 就在克里姆林宫遭不明无人机攻击后 俄军一夜派出24架伊朗制见证者攻击无人机 狂轰猛炸基辅 无人机尾翼上还写着为了克工 为了莫斯科等字样 但乌方宣称来袭的24架成功击落18架 宣称这波攻击零伤亡 偷袭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到底从何而来 俄罗斯惊咬是美国策动 但军事专家质疑 俄罗斯的防控能力不可能弱到 让无人机闯进克工上空 加上俄方公布的空袭瞬间 角度太高好 画面太壮观 美国反咬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目的是让俄国百姓相信战争 已经打进自家门前 好让当局扩大真兵动员 才刚与泽伦斯基通话的习近平 位就这起事件选边站 陆方呼吁各方冷静 避免局势升级 此外俄罗斯不断宣称 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系统 已经被击毁到一套不剩 乌方大动作公布海马斯射击影片 解释海马斯都在地下碉堡藏得好好的 嘲讽俄罗斯搞不清楚状况 自欺欺人 记者综合报道 首先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攻击 普丁的总统福克里姆林宫呢 还有现在我们说俄乌之间的矛盾 好像走上了另外一个冲突的一个境界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我们首先说一下乌克兰 极弱它基辅上空的这一架无人机 现在确定这一架无人机叫拜拉克塔 拜拉克塔是土耳其的无人机 因为它的发明者叫拜拉克塔 它是马斯尔理工学NBA的工程师 回去土耳其就做出这一型的无人机 本来因为土耳其要跟北约其他国家买 其他美国也不卖大家不卖它 所以它干脆自己来 自己做 对而且这个拜拉克塔这个无人机 在叙利亚战争在很多场合 尤其是这个土耳其在打库德族的时候 发挥了很大的一个功能 那也捕获世界各地认为说 这是经过实战 而且有相当成果的一个无人机 那前段时间土耳其就提供了 很多的拜拉克塔无人机给了乌克兰 所以这绝对不是俄罗斯的 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空军说会操作失控 所以我们自己知道把它打下来 操作失控的时候他自己还发了航空警报 所以这个实在是有趣的一件事情 战争难免会有这些失误 但是克里姆林宫被击漏了那两架 我们画面看的是一架 事实上是两架 两架的无人机 到现在为止 这个俄罗斯没有公布说 这什么型号的无人机 是耶 对 即使说被击漏了 但是一定还查得到 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 那现在就是说俄罗斯咬定 就是你美国干的 就是你乌克兰干的 然后你要这个 要涉嫌要暗杀这个普丁 你说乌克兰有没有想要暗杀普丁 当然有那个动机嘛 两方面的仇恨指引到这个程度了 不过俄乌战争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不管俄罗斯怎么攻击 乌克兰的各个地方 各个单位各个设施 从来不打什么 从来不攻击基辅的总统府 他的国会 他的重要教堂 真的毫法无损 是 对 所以你经常会看到说 乌克兰很多影片 很多人都站在 东正教的教堂的前面 去看另外一个街道的对面 有被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导弹攻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说 有点像内战 这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吗 不像是两国在打仗 不要像内战说 那个财产也是我共有财产 这个我不打 当然有这个含力在里面 但是如果乌克兰 要去攻打克里姆尼公 就可能会破坏了这个规矩 那我相信乌克兰 会派很多的无人机器 击毁俄罗斯的油库 或者机场 会不会攻打克里姆尼公 我存疑 我觉得可能性不高 但是 不排除说因为5月9号 俄罗斯要庆祝 二次大战的胜利 大日子 大日子 所以之前 先这个给俄罗斯 呱呱呼着 你看吧 你现在防空系统 做得很差 然后这个第二个呢 你看 这个我就刮你胡子 你也拿了什么没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有很强大的宣传效果 那克里姆尼公被无人机攻击 大家第一个好奇就是说 那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是怎么玩的 对啊 第二个好奇是 那个无人机是谁的 我赶快去买 真有效啊 可以突破他的防空系统 这个是一个两个很有趣的反应 那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损失 那我们从他那个途径里面来观察 应该不是俄罗斯自己人所发动的 而且不是在控制系统 应该不是在莫斯科室内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克里姆尼公 我进去过两次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俄罗斯的总统 是前面那个黄白相间的房子 那后面那个圆顶呢 是俄罗斯的参议院大楼 他是飞到参议院大楼 他如果今天要攻击总统府 俄罗斯总统府的话 应该会有更大的效果 而且他干嘛飞过去呢 他直接就撞击那个什么 俄罗斯总统府的屋顶啊 不管炸出什么样的洞 至少可以产生很大的宣传效果 一个嚇阻的效果 结果他竟然飞到了什么 飞到了参议院大楼 那个圆形屋顶过去才被击落了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操控者没有办法 准确的操控他攻击俄罗斯的总统 可能是那种远端遥控的方式的 一定是相当远 一定是在莫斯科城市以外 因为操控距离 如果超过10公里 就会有点的困难 所以以这个来看的话 应该是莫斯科城外 第二个呢 那应该也是对莫斯科 不是很熟的人 如果真的很熟的人 像那走自己家的厨房一样 怎么可能会打错啦 对不对 因为那个目标很大 对 俄罗斯总统府就是 你看那个红场有没有 有一堵红墙 红墙后面那个黄白相间的 就是总统府 那你怎么会是打到偏差那么大呢 所以不排除是 可能是其他的这个特种作战人员 在玩的一个游戏 这种人的背景 有可能是乌克兰不受中央政府 节制的一些特种的人员 或者是俄罗斯指责是美国 也不能误导你 因为美国干过北溪啊 他不一定是中央情报级自己做的 他可以找别人做啊 是 所以到底是谁干的呢 好 现在呢 俄罗斯已经先说话了 他们指控呢 佩斯科夫就说了 美国就是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 好 美国当然是立刻反击啊 像是白宫的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就说 你这个说法很荒谬可笑耶 我美国我跟你保证哦 绝对没有参与其中啦 我都还在了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再来了 最近有一个阴谋论 就像刚才蔡委员讲的 这么大的一个 正在一个战争的国家 难道这个莫斯科 没有任何防空系统吗 怎么可能 那再来防空系统失效吗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才会有阴谋论说 有人认为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因为呢 华府智库的战争研究所他认为 俄罗斯你们才刚部署了一个号称很强的 铠甲防空系统 那我请问啦 无人机怎么飞进去 飞进去你们不知道吗 那你这样不是很丢脸自打脸了吗 再来攻击发生不久之后 克里姆林宫的口径一致都认为是 乌克兰发动攻击的 他说种种指向 有可能是俄罗斯自己是幕后的主谋 好但是呢 最近中国大陆有一个媒体呢 吉木新闻他就认为 别忘咯 乌克兰最近就四月份而已 才刚收到美国送来的 这个是一批美制的叫做无人机巡飞弹 又被称之为像是这个自杀无人机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啦 这个巡飞弹 因为它被称之为游荡弹药 它的射程正好是445公里 正好呢 你从乌东北部发射 它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 所以现在大家阴谋论嘛 就是你讲这个我讲这个 那最近大陆呢 发言人毛宁是赶快出来说话啦 不论是俄罗斯 不论是这个乌克兰 避免采取可能让局势升级的行动啦 代委员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啊 其实俄罗斯说要刺杀普丁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那个时候时间是晚上两点钟 莫斯科是晚上两点钟 那怎么可能普丁他上班 普丁没有住在那里 所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说起来 有人说那怎么可能有人刚好拍到 可能很多人不晓得 半夜喔 不是 红场上面的游客 24小时不间断 都有人 你任何时间去红场 半夜也没有管制啊 没有管制 因为他前面有个很漂亮的教堂 那个角度就是在教堂那边拍的 有个五彩兵分 大家很经常看到兵分 就在红场的正前面 那个游客24小时都有人 一大清早一大晚都有人 所以拍到不稀奇 而且最早出现这个视频是在什么 是在那个Telegram的这个 社群软体里面 Telegram大概有点像推特 俄罗斯的推特 所以在上面出现了 这证明是游客拍的 那所以这个俄罗斯自导自言 我也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 这是刮鬍子 干嘛刮自己鬍子 刮得这么严重 没有必要啊 这是很丢脸的 就当他质疑说 你俄罗斯怎么这么拉惨 不过我承认一点 他们的这个航空系统怎么了 就是这个角度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角度 因为所有的角度 都是在这个教堂前面拍的 所以正式让 那是游客集中区域 那对于俄罗斯 拉惨不是这个事情 以前好多地方什么 军舰被打了 因为没有准备了 什么东西 很多基地被打没有准备 真的有个拉惨 只是大家说 因为时间点比较敏感 因为呢 马上这5月9号就是胜利日 这个日子呢 对俄罗斯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 而且他们会通常会进行 一个红场大阅兵 对 没错 最近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在进行这个 红场阅兵的这个 二次的夜间彩排 5月9号呢 正式红场阅兵 只是因为这次无人机事件 21座俄罗斯的城市 有取消了这个 二战的胜利游行 这个胜利日 对俄罗斯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呢 这是俄罗斯的国庆日吧 他们大概因为很多家庭都 俄罗斯上大家有个印象知道 是二次大战 为了战争的死亡最多人数 比中国还多 对一个国家 所以大概每个家庭多人 为二次大战 他们叫为国战争而死亡 所以等于是全国性 一起办了一个活动 那他当然会担心什么 比如说这个 大陆的一个媒体 吉木新闻报导 有这个巡飞浪 其实就是自杀无人机 大部分的无人机 攻击完了希望能够回收 但是只有这种巡飞弹 只是出去就不回来的 到目标就立刻攻击 那可是他讲说可以飞400公里 还飞不到莫斯科 还飞不到 为什么 因为无人机不会直线飞行 跟一般的那种战斗机不太一样 没办法飞那么高 可能会高高低低的飞 对对 而且路径要绕的 所以这个 这个说法是有问题 但是不排除他们潜进去 俄罗斯随便那个境内 很靠近莫斯科郊外 真的很荒凉 很多地方可以躲躲藏藏的 那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放那种自杀的这个炸弹 去攻击你正在进行的 二战的胜利游行 万一成功的话 俄罗斯不是很丢脸 所以死伤不会很严重 可是真的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我是觉得取消彩排 取消无人机要可以飞行 这个是俄罗斯 哎呀怎么讲 没有面子啊 虽然没有重击 但是也有冲击啦 然后最后两分钟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短评一下 因为最近俄罗斯媒体 有一个爆料 美国还有这个欧盟国家 不是送了很多这个武器 到乌克兰去吗 结果呢你知道吗 英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武装部队的这个国务大臣 西佩他就爆料 他说呢你知道吗 存在英国的原污武器 竟然在交付之前 出现了这种被转卖的情况 都还没送到目的地的手上 就被卖掉了 这个情形从开战到今天 美国媒体有报导过 然后英国媒体 德国媒体 法国媒体都一再有报导过 那我只能从两个角度 来跟大家解释 第一个 在一个战争上 这种失控的情形 尤其是像乌克兰这种管制 能力比较差的这个军队 这种情形不能排除 第二个 乌克兰的军队很多不是正规军 很多比如说亚述营 很多是国民警卫队 他不可能像正规军 要有很严格的管理系统 所以这个状况 是有可能会发生 那第三个 乌克兰的贪腐情形 在战争之前 就被类为什么 被类为是 欧洲最贪腐的国家 是 对 那第四个更严重 他们前段时间 有一个副部长 因为军品问题 他没有讲得很详细 被美国中央情报局 开了25个人名单 要求责燃司机把他们解职 其中有四个人被解职 就是其中有人负责发军品的 那请问一下 如果中间有外流到黑市里面去 因为很多国家都很喜欢这种武器 美西方国家的武器 对啊对啊 流到哪里去啊 流到中亚 流到中东 这些国家很喜欢 而且而且是什么 一些特别的团体 特别的组织更加需要 没错 所以俄乌战争 其实背后的确有很多阴谋 接下来俄乌 我们最后一个小题告诉大家 打架了出事了 怎么样的状况呢 好之前这个 因为无人机的事件 还在吵 但是现在更尴尬的是 居然在一场会议上呢 这个俄乌的代表来开始咯 站起来咯 在土耳其的一场会议上呢 开始激烈的交锋 好这个是在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上 乌克兰的议员呢 在俄罗斯议员演说的时候 在他背后呢 就开始在那边 DAN他们的乌克兰国旗抗议 那当场这俄罗斯 这个面子问题啊 你在我背后搅局啊 现场火药味十足 为了这个抢国旗事件呢 土耳其这个会议的 这个议长还介入 还介入然后说宣布 我们现在先中场休息 结果没想到呢 这两个人请出去之后呢 乌克兰这个议员啊 又在这个国会大厅呢 跟一名不知名的俄罗斯代表 大打出手啊 哇这个消息呢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惊啊 毕竟呢都是官员 在这种国际的场合拳头相向 蔡委员 这个是俄乌战争所造成的民族情绪 人民情绪之间的一个激荡啊 因为本来是轮到俄罗斯 就是坐着那一位这个俄罗斯的 女代表讲话 然后乌克兰的男代表就想要 这个造点事啊 拿出出来这个闹闹场啊 这基本上是违反意识规则的啦 但是基于这个所谓 他自认为基于民族大义 我要趁机表现一下 那其他的俄罗斯代表 当然男的就冲过来了 然后这个搞了现场的土耳其的会议主席啊 免子上挂不住啊 不过我想是只要没有太严重的话啊 就把它当作新闻的一个话题来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来呢 哎导播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下一张电视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那最近呢这个中国大陆啊 其实呢刚好这个五一劳动节啊 五一的这个长假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济两样情的部分 美国啊方方面面在围堵中国大陆 但是最近有一些消息 真的让大家觉得蛮震惊的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近跟加拿大也有这样一个尴尬的状况 加拿大的外长赵美兰呢 他提的一个建议 觉得呢应该要考虑驱逐中国外交官 哇这个在外交史上 这个是很严重的大事了 但是中国就认为 哎你们停止这个政治闹剧好不好 因为整起呢会闹不合 就是因为一个新疆提案 他们认为说我们加拿大议员 被你们受到你们的威胁等等的 真正这个案子 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升级到变成一个国际的案子 这个案子本来就是一个政治的闹剧 因为你没有把那个一个男的 就是所谓的有华裔血统的加拿大的议员 他宣称说他提了什么案子 然后他的家人在香港 就被什么骚扰等等 那有受到威胁 所以他提出来说 要求驱逐大陆的外交官员 大概是这么一个模式 可是我跟他解释 那一位所谓的华裔的 所谓的加拿大的国会议员 本身是有很奇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爸爸是香港人 没有错是中国人 第二个他的妈妈是荷兰人 所以他是混血儿 然后他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而且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 他的爸爸在他从政以前也就过世了 那他的家人谁在香港被威胁 我就看不懂啊 而且他并没有什么弟弟妹妹在香港啊 那难道什么 他在加拿大做事情的时候 他的远黄的爷爷叔叔啊 就会被什么这个香港或者什么大陆的 恐吓威胁吗 我觉得这个理由搬的实在有过牵强 是不是太政治化了一点 对 搬得太过牵强了一点 所以可能是想要造势 要取得大家的注意力嘛 那至于 的确很久没有加拿大的新闻了 对 那个加拿大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当然相对是比较疏远 因为他70%出口是到美国去的 他基本上是美国的一个 一个什么附庸国家 所以他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往 不是那么的密切 那他说要借这个理由 要驱逐中国外交官 难怪说会觉得说理由牵强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啊 反正你驱逐中国大陆外交官 中国大陆驱逐你外交官 就闹居长这样子而已啊 没错 那中国大陆其实最近啊 走的就是一个崇尚和平 但是也走出自己的路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 一年一度的海防展终于回归了 中国大陆 美国 日本 意大利等 13国的军舰呢 聚集在新加坡 这重头戏呢 当然包含了这么多国家 然后呢22艘的军舰都有来展示 总共有哪一些船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包含了日本海上自卫队 多功能的护卫舰 熊野号 还有美国的海军冰海战斗舰 莫尔比号以及呢第一次到新加坡去的 意大利的海军巡防舰叫做莫洛西尼号 那么在解放军的部分呢 这一次啊是派出了包含玉林舰 还有赤壁舰来参展 不过呢这一次比较 解放军的这两艘军舰都不开放给媒体参观 等于也算是比较比较神秘哦 但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啊 其实像这些国际的这种海防展啦军事展 都蛮踊跃参加的 这个这两艘舰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让人家觉得会有冲击力的 但可能是解放军不想让他做文章嘛 赤壁舰我们大家都知道赤壁在哪里嘛 很有名 玉林舰 大家可能不晓得玉林在哪 玉林在广西省 他本来的就是中国很有名的玉林郡 但是玉不是那个玉 是那个树木啊 玉玉冲冲那个玉 所以是玉林 后来因为太难写的 就改成这个玉林郡 玉林舰 它是一个飞弹 这个护卫舰 有这个 很强大的火力的一个 尤其是在什么南部战区啦 对于 护卫这个航空母舰 有很强的 他大概有四千吨 也算是不小的一条一条战舰 那赤壁舰比较简单 它是雷雷舰 他就是专门弄水雷 找雷用的 新加坡的海防长 已经四年没有举行的 可能是因为疫情 可能会其他原因 四年没有举行 那这一次各国都派出一些 大家来沟通沟通 他基本上是在 目标是在寻求海上的安全 要寻求海上的如何控管 可能的冲突用的 那现在就是各国大部战 都会开放一些军舰 局部给大家参观啦 但这个可能现在解放军 看这个美国日本不爽 美国日本意大利都去了 对对对 意大利还好啦 不让美国或者日本人来参观吧 大概主要是这个意思 现在现在大陆上 就是对于这个美国 大概已读不回 就是不跟你来往 你也不要趁机做文章 就干脆回到道德经 鸡权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是没有含义 那这一次解放军 这两艘军舰开过去呢 当然不是就是参加这个展览 而也跟新加坡的海军 有成功开展一个叫做 中兴合作2023的海上联合演习 就如同蔡委员所说的 他们是完成这个反水雷引导通过 海上的这个补给站位 石炮射击等等的科目 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美国又开始有一些消息 说什么中国大陆啊 两年后啊就开始有这个军事动作啊 等等的 但是我们先就这个军事分析来看 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科学家 他们就以比较科学的方式 针对美军的第五代战机来分析 那到底什么战机威胁是比较大 对中国的威胁是比较大 我们说在南海跟台海 结果发现哇是F-35 会比逆宗战机F-22更大 F-22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这个隐形战机嘛 但是呢F-35带来的威胁还是比较强的 那其实最近解放军有一些消息喔 因为开始都会有一些XX系列 比较神秘的还在想象当中 但是会有多强大家不知道 解放军神秘武器叫做 监轰XX 据说会让美国紧张 据说它会有雷达隐形能力的 战斗轰炸机 由沈阳飞机公司制造 那当然有很多消息 但是大家说可能它只是一个专案代号 还不是真正的存在 那这是不是代表着 其实解放军早有准备 以中国大陆的军事科技能力 要做出所谓监轰机 具有战斗机又有轰炸机功能的 其实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有这篇文章 其实那篇文章的说法也很简单 就是说因为F-22 它基本上是一种空优战机 抢制空前的一种战机 有很强的逆踪能力 很强的作战能力 其他的飞机跟它对垒的话 它又占有优势 那可是F-22的成本非常高 如果被万一受伤或被击弱的话 就一架就等于是 差不多两架到三架的F-35 所以成本上比较不划算 那F-35的设计 虽然是F-22的缩小版 可是它增加了几样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 F-35有对地攻击的能力 这个能力比F-22来的强 第二个 它有比较强的电子作战能力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对地上的部队 或者水面上的船舰 F-35有更大的威胁能量 那大陆上认为说 它现在的防空飞弹 主要是红旗9 红旗9当然是 必要的时候 可以到达6马赫的一个速度 来这个做防空攻击之用 可是 这篇文章 大陆上这篇文章 就很客气的分析说 那可能要来对付F-35 还力有未带 所以F-35就可能对 大陆的近海的这些军事基地 或者是近海的这些船舰 有很大的威胁 它主要是讲这个东西 那大陆上能不能突破 这个F-35的 有没有这种电子干扰能力 现在大陆上在研究就是说 当你有逆中战机 而且你有电子作战能力的 我的电子作战能力 有没有办法使你的逆中战机 失去了逆中的效果 理论上是做得到 但是在实际上 现在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现在还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人看过实际作战 没错 也就是很多军事专家说的 其实为什么大家这个战场上 怎么打 怎么攻 怎么防呢 等于算是一个实际的演练了 所以呢 当然是不希望发生 这个到底 这个PK战的结局啦 只是我们最近看到了 五一长假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 美国之前一直在批评 就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封城封太久啦 影响全球经济复苏 好啦 结果呢 大家都开放之后 谁的复苏最快 中国大陆 你知道吗 假期的人气 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底气 如果呢 我们以IMF的报告来看 他认为呢 中国的经济哦 有望增长 百分之五点二 再来呢 导播你可不可以帮我准备一下 那下面的图 中国五一长假创下的旅游高峰 你知道吗 光是这个消费支出的表现呢 人来了什么来 就是钱来了嘛 华尔街日报的引述 上海民众说 你必须要订闹钟 才能抢到火车票 这是一票难求啊 好导播你可以给我这个五一 哇到底你知道吗 有多么的火 请问一下我们聊天室里头 有没有这个中国的好朋友呢 你们请问一下五一长假 这个假期当中 您去了哪里旅游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大排队呢 或者是这个订餐 请问你排了几个小时 要等几号呢 在聊天室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 留下你的城市坐标 比如说北京 比如说上海 比如说资博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光是出游啊 这个数字啊 美国人看了会 哇赞叹 2.74亿人次 哇这个是国内旅游哦 好再来了 消费市场迅速的回温 57.9% 大概只有中国办的到吧 美国现在还在担忧 他们的这个美债违约会怎么办 还有他们的升息 还有他们的通膨 还有什么都贵 再来呢 光是这个看电影 你知道吗 一起观影 欢乐度假 你知道最近几年 大家很明显的感受到 因为有了这个 比如说像Netflix啊 等等的 大家很少到电影院了 但是中国还是可以创下 15亿的这个票房 好再来第二章 我们继续来看 各位有很多的奇迹 好来 静姿赶考 请问有没有人 也去吃烧烤的 有的帮我加一 很想去的帮我加二 你知道吗 热度不减耶 增加了441% 这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到了半夜 大家都还在排队 等着要吃烧烤 五一假期的烟火气又回来了 另外呢 杭州西湖不得了了 到处都是人啊 80.85万人次 哇到底这个是有什么概念呢 真的是对我这个 没有在五一假期去过杭州西湖的人来说 很难想象 好再来我们记得还有下一张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哦 光是港澳游哦 150万人次 150万人次 还有48.1万人次 我的天哪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啊 你说这样子的人次景气能不复苏吗 另外啊 有一些过节等等的 哇 6000多项的活动 旅客出行需求旺盛 2.7亿人次 包含了铁路公路跟水路 所以啊 为什么很多国家 其实还是在等待 中国这个市场 光是这个中国大陆自己 国内的部分哦 那你知道 还记得吗 当年陆客的爆买 也是让日本相当震撼的 但现在因为 大家不去了 所以呢 以前的那种景气 好像还真的看不到了 台湾的民进党当局不让陆客来 台湾的旅游业就一片萧条 是 因为旅游业啊 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一个行业 比如台积电好不好 今天收入1000亿 他大概只能养1000个人 但是呢 旅游业啊 不要讲营业额1000亿 这营业额10亿啊 就可以养1万个人 这差距是非常大的 那对于中国大陆这个 其实有很多重要的原因 你看哦 他不只刚才讲那些场面 还有更令人压抑的场面 他们是什么 要排队才能够去登什么 圣母峰啊 登那个 喜马拉雅山是排队上去 你看过没有 第二个 沙漠上的骆驼 你看到骆驼 挤骆驼没有 你只看到车挤车啊 以前 在骑骆驼出去玩的时候 大概都骆驼跟骆驼 也很多距离 虚稀疏疏的嘛 沙漠 你只要看那个 大陆很多景区骑骆驼 是骆驼 骆驼 你看多 哇 这骆驼都累死了 原因在于说 中国大陆的 储蓄力 是全世界最高的 对 他的储蓄金额 占GDP 45%以上 没有人有这么高的 然后一般居民的储蓄力 都超过三成 嗯 美国多少 6% 美国6% 所以有这么庞大的储蓄力 再加上过去三年的风控 累积起来的储蓄力 他当然会产生这种 所谓报复性的消费 是 那现在中国大陆最重要 就是说 因为报复性的消费啊 所消费品都是属于短期财 就是说 五天啊 十天啊 这样的消费掉的 如果拉伸到的耐久财 就是我们讲资本财 拉到买车子 嗯 拉到买房子 拉到买其他的家电用品 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使得 把那个服务业里面的动能 就拉升到了 这所谓制造业 那营介面里面去 就会使得这个捡气啊 复苏的时间会拉得更长 这点是中国大陆现在 他们这个很多的主管观点 正在努力在达成的目标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重要的理由 专家说美国要把台湾乌克兰化 用大陆打台湾来牵制大陆发展 这些绿美不会告诉你 中天会 如果你不要战争 要和平 你需要正确 而且权威的国际资讯和情绪分析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分力量 请在不停下载中天新闻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